我先把它放進去 然後我去 它完全不會變成奶水 它是透明的 你不要渣了 我要去壓它了 我看一下 哇 透明的 透明的 它幾歲是透明的 哇 真是透明的 臉上馬上會有天使光 天使光 沒錯 這個愛不釋手的天使光 你轉動 你轉動 哦 是的 哇 好激 真的很漂亮 忍不住 好棒 看下去很滑 看下去 太容易缺貨了 大家好 我是Iko 我是文森先生 哇 剛才已經介紹了很多很多好用 我覺得你們一定要整套打包能做 現在我們有一個輕便裝的氣墊 氣墊這個每個女人都必須的 這個有些什麼 那麼值得我們去買呢 這個也是一個缺貨網 是一個很容易缺貨的 這個氣墊粉餅就是你要拿來上妝 你要補妝也可以 那氣墊呢 剛剛有講過了 文森先生的粉底液防水 蜜粉防水 氣墊粉餅當然也要防水 那這個防水怎麼做呢 眼睛真的不要渣 新的哦 這是氣墊粉餅 這是水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水是透明是清澈的 可以看一下是透明清澈的 好了 我現在把它放進去 然後我去 它完全不會變奶水 對哦 完全不會變奶水 還會透明哦 對 好然後呢 眼睛不要渣哦 我要去壓它囉 如果它不防水 我壓下去它就會變 流奶水出來 各位看一下 哇 透明對不對 透明啊 它幾歲是透明的 哇 是透明的 好 然後呢 我剛壓它 我這上面已經有粉了 哦 它是可以上妝的 光光淺淺的 剛剛淺淺 好 那這個呢 你要上妝也可以 補妝也可以 重點就是 紋身先生的粉底裡面 含水量都很高 所以不用擔心說上去之後會卡粉卡紋 如果我們要補妝的話 我們可以針對笑肌這個地方 眼睛下方 嗯 然後一樣 記得同一個方向 很密集的 由下往上拍 這個拍完之後 臉上馬上會有天使光 天使光 沒錯 這個愛不釋手的天使光 主要愛不釋手 你手很動 哦 對哦 哇 哇 好厲害哦 它真的是水光 是不是 Bring Bring 而且這個水光 以前買這種氣墊粉餅 大家都是買韓國的 這種水光 韓國的水光是油做的 所以會黏 比如說外面有葉子飛過來 所以它就黏在一點上 對 但這個是真的水光 它很清爽 對哦 真的很美哦 對 因為我試過用韓國的 它真的有一顆塵飛下來 黑色真的黏著我 沒錯 對 真的黏著我的 因為它軟和黏 哇 好漂亮啊這個 而且它用一點點的量 就可以拍成這樣子 就是隨時隨地 你都可以補妝 你都可以上妝 上完之後 超簡靈 哇 好漂亮哦 好像是蛋殼對不對 是啊 好像打十幾支水光針 那種感覺 所以我剛說 它很容易取貨就是這樣子 哇 我都可以 相信了吧 這個 它就是這麼防水 然後呢 尚且妝效這麼的好 是啊 這邊是無常的 是我自己的 記不見到 沒有光澤的 死氣沉沉的 然後這邊呢 哇 那種減靈的感覺 尤其是在這裡 很細緻的水光 對 很細緻的 尤其是在這裡透到 雞蛋殼的感覺 哇 真的好美哦 這個你走在路上 你只要看到旁邊有鏡子 你就想要照一下自己 對 沒錯 女生就是要這樣子 就是隨時隨地的 要一直覺得 哇 我真的好美 好想繼續照鏡子 對 好美好美好美 我好美 真的很美 忍不住 好美哦 好滑哦 看下去 所以我們把它放到最後再講 為什麼呢 因為不看就虧了 對對對 因為這個產品就是 太容易取貨了 如果只有可以把它帶回去 你就知道 它真的很厲害 有什麼顏色 它有三個顏色 你有看過甄嬛狀嗎 完全有 一號的顏色最白的 叫純圓皇后 純圓皇后 二號顏色是 大家都適合用的 叫西貴妃 哦 西貴妃 對對對 然後比較深的顏色 比較健康膚色 叫做夜藍衣 夜藍衣 對 哦 對哦 我用的是什麼 你用的是二號的西貴妃 西貴妃 看看是外貴妃 好美哦 真的很美 二號的顏色是自然 二號是自然色 一號就是白 皮膚很白的 對對對 但其實現在用完之後 我都覺得是皮膚很白很漂亮 好光啊 而且白得很自然 好自然啊 因為很多的白會白得很假面 然後就是很厚重的感覺 我給人感覺是真的 皮膚是好好好好好 超好的感覺 那第三個 夜藍衣服是比較健康膚色的 我以後很棒 我真的搶貨了 你拿一個給我以後 我以後 我以後 太容易缺貨 是啊 很棒啊 本身它有鏡 所以你補妝的時候都很方便 對沒錯 裡面都有附氣墊粉撲 是有個氣墊的 按壓上去的時候 會不會有些什麼要注意呢 因為我們香港女生就 啪啪啪 然後就啪啪啪 就直接上的 就記得 你只要記得上的手把 就是由下往上 由下往上 就記得這樣子就好 連愛沾多少都沒有問題 因為它上再多層都不會厚重 因為你剛剛提到那個 為什麼需要技巧 因為它一點點上起來就很厚重 所以你要去斟酌這個量 這個呢 它非常的薄透 你上再多層 你上到18層 你都不會下地獄 哈哈哈哈 我都拿出來這樣說 因為我平時用的 這個位置是被我拍完之後 因為太厚重了 所以就一定要均勻才上 這個是不需要的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 很多的氣墊都會教你說 粘起來要在這邊拍一拍 因為它稍微厚重 所以它幫它找解套的方法 你自己回去試一下 你自己平時的戲剪 你試一下拍完之後上去 哇 厚到 好欲善 你粘起來之後 然後在這邊拍一拍一拍 很多的粉底都在這邊浪費掉 是啊 都是錢 沒錯 每一下都是錢 每一下都是錢 這個是不浪費一滴 不浪費一滴 直接拍完之後 直接按上去 它就已經搞定了 沒錯 用完這個粉底 噴了保濕 之後就會上定妝 上完定妝之後 最後步驟就再噴多一次 然後讓它自然融合 自然乾 風乾之後就可以了 它的妝效可以維持多久呢 基本上如果你是乾性肌膚的話 你沒有去請鼻涕 你早上化完撐8個小時沒有問題 好厲害 如果說你是油性肌膚 或者是你鼻子敏感去請鼻涕 大概撐4個小時5個小時沒有問題 噢沒問題 然後如果八個小時覺得 覺得開始沒有那麼均勻 就可以直接用這個 對 那用之前是用紙巾印一印 先再用怎樣做呢 一般來說如果你要補妝的話 很多人說你要拿西油面紙 先把臉上的油先吸掉 不要 不要這麼做 因為你把臉上的油吸掉之後 你的大腦會告訴你的皮膚 缺油了 會再出更多的油 油出來 所以這時候你只要拿紙巾 把臉上的油光把它壓掉之後 接著你就可以直接開始進行補妝了 對 沒有問題 用紙巾印走一些 骯髒東西 汗水 然後就直接再用這個氣墊粉 去上去上 水完之後再噴這個 沒錯 跟各位分享一個 文森先生的氣墊粉底 蜜粉 通通都沒有防曬系數 都沒有防曬系數 我要跟各位講一個很重要 我從事這個產業20年 我是化妝品管理應用所的碩士 我負責任跟各位講一件事情 防曬只有在防曬那一層 隔離霜那一層才有用 對 也就是說 你的隔離防曬要擦足量 什麼叫足量 要擦兩個指節這麼多 擦整張臉 擦完之後你再擦你的粉底 這樣就能夠達到又有防曬 又能夠讓整個皮膚的膚色 變得很漂亮 市面上很多的這種粉底 裡面加了防曬系數 它的防曬的效果都微乎其微 因為效果既然不大 防曬的東西其實有一定的敏感度 所以就導致皮膚敏感 所以我就都不要把它加到裡頭去了 如果你們想要防曬 就塗了保護箱是有防曬 然後再用粉底 然後它們的蜜粉和氣墊 真的很厲害 可以打了十幾二十支數光槍 我想我每個月一直打 都不會有這種效果 但它已經自帶了這種效果 真的很厲害 記得看完整段影片 多謝周文先生 謝謝 OK 拜拜 拜拜 拜拜